嘿,你好,欢迎收听关于爱情和情话的故事,我是提摩 今天给大家讲的这个故事叫做《三十以后》 记得儿时曾经童言无忌地说 活到大概三十岁左右就死掉吧,活太久不好 后来大学时期,同学们聚在一起讨论三十左右的我们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状态 班长说,我们三十以后绝对都是有钱人 学尾说,等我们三十的时候一定是想买什么买什么 室友说,我那个时候应该是家庭委婉而女成双 我静静地听着他们说,只是默默地点头 不发表任何言论 回头看看,现在的我们其实离三十已经不远了 偶尔聊几天,发现我们离目标甚远 大多数人前没正道,甚至连工作都没有 还有一部分人依然是单身 天天被爸妈催着结婚 又怎么说家庭美满呢 仔细地想了一下,我想不是我们不够努力 实在是时光这个东西,它要是飞奔起来 根本就不会让你提前做好准备 有时候明明感觉自己还好年轻,还没有长大 还在为了人生目标逐渐追逐 可是,怎么就突然离三十越来越近了呢 是不是穿越了 就好像日剧中不结婚里的一段词 他说,小时候想象到三十多岁 要比现在成熟得多 以前觉得三十岁已经变成大叔 有了足够的能力撞股父母 有了孩子,有稳定又赚钱的工作 没想到自己现在会一无所有啊 简直啊,国内的电视剧、影视剧 也在不断地给我们增加这种压力 二十不惑里的神仙少女们 大学还没有毕业就可以事业有成 月入几万 三十而一里的顶配姑娘们 不到三十活得都各个风生水起 你们觉得这是真的还是假的 生活中有这样的事件吗 后来我又问过很多三十岁左右的女人 如果让她们对年轻的女孩子说一句话 她们最想说什么 她们特别淡念地告诉我说 我会说你别慌了 是啊,别慌 每个人的人生都是不一样的 没有什么绝对的标准 有的人是会走到你面前 但你不是一定要走他们的路 别慌 早结婚未必就是什么好事 大好的青春 更有大马的精力去成长 真的不要慌 人的一辈子很长很长 女人的价值也不能用年龄去衡量 几个名牌包不能定义你 你也绝对不能被他们所定义 我想 如果你有想做的事情 那就请全心全意地去完成它吧 如果还没有 那就慢慢地寻找 但是 如果你有了是爱的人 而他恰好也在你的身边 那就请认真地对待感情中的每一天 不要去在乎结局 也不要在意是否留有遗憾 当然 如果你还是一个人 依然没有关系 单身就意味着 你永远都有更好的选择 你现在觉得 离开它 就不能活的人 过几年 也许就心头没路了 你现在觉得 必须要有的奢侈品 过几年 也许就 视为分土了 不是一定要追着流行 也不是一定要 讨好所有的人啊 不是一定要活成 别人期望中的样子 在别人的期望的年纪结婚 在别人期望的年纪安稳 在别人期待的样子中 寻找自己的爱情 你只需要想明白的 一件事情叫做 你希望成为什么样的人 期待评论区 看到你的留言 也期待请听你的故事 感谢收听 我们下回再会